在平衡的部分就有一系列的0.1到甚至0.6分的難度動作 那選手呢 越高層級的選手 他可以挑選編排在整套裡面的難度動作 分值就可以選擇越高 那越高的話 相對的動作也就比較難 那也就要看選手在執行的狀況下 能不能夠完整的呈現出來 因為你要完整的呈現的話 裁判老師才會把這個分數呢 列入這個考量 所以呢 通常在比較初學者的話呢 可能就會選擇0.1到0.3分的難度動作來執行 但是現在國際的賽場上呢 選手如果不做到0.4分以上的難度的話 其實是很難在國際賽場上 有辦法跟對手來進行較量 那麼難度的等級大概總共就是 從0.1到0.4 0.1到0.6 0.1到0.6 那旋轉的部分呢 因為他是看圈數 所以他可能一圈是0.2分 但是他轉了五圈 可能就可以直接到1.0 就直接獲得1分這樣子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全中運 國中組的運力體操的全能項目當中 到目前為止 郭宇軒老師您所觀察到的難度 最多就是0.4了 剛剛有看到選手是有執行到 0.5分的這個難度分喔 但是當然也是 可能是比較前三名的選手喔 能夠執行這樣的一個難度的分值喔 但希望在這個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呢 也看到選手的這個成績 以及能夠執行的這個動作呢 能夠越來越廣 那並且分值越來越高 那這樣子對於選手在整體的得分呢 其實是相當有很大的一個幫助